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新一集的《上流攻略》 今天除了我們的電腦達人Ringo在此外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Phimi Phimie Poon上來做我們嘉賓主持 其實不是主持 Ringo才是嘉賓主持 Phimi簡直是我們的嘉賓 讓我先介紹一下為何會請Phimi上來 大家發現我請上來多數都是80後 看一看Phimi應該不是80後 但為何請他上來呢 就是最近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發現他這幾個月的經驗非常奇妙 令我自己作為朋友又偷到光 又覺得很興奮 大家細節地說 其實他最近做了甚麼呢 就是我要採納光 腰下功就是 自從我《上流》歷一出之後 我當中其中有一個鼓吹大家做的 就是一年認識一百個新朋友 我自己就說你怎麼認識呢 你就隨便認識亂認識 總之你逼自己認識一百個 Phimi看完我這本書之後 原來他就發揚光大 非常有計劃 令到他無論他事或人生就非常大突破 詳細就讓Phimi講 首先讓Phimi先介紹一下自己 或者說一說我自己做的事 我其實做的生意 我的專業應該說是一個 查理探索 我做現在的生意之前 我做了這個生意大概六年 應該六年以上 我做這個生意之前 其實我是一間國際性的 是測量私行做了六年 測量私行 我想你應該會認識的 叫做DTC 老闆就是CY娘 今天不是講題目 所以就不講那些故事 說這六年我做生意 其實做是 如果用一個 最近我有一個朋友 那個叫周顯 他形容我做的生意是什麼 就是一個通天經濟 通天經濟的意思是怎樣 撤合一些買賣 就是將一些項目 賣給一個上市公司 或者將一個上市公司 賣給另一間上市公司 就是這樣做這些事情 由於我做了生意 其實一直要開拓 要認識很多人 其實我一直都有去做這件事 去認識別人 但是沒有一個很有系統去做 就是有人撞過來就認識 有個朋友價錢就認識 或者在街上看到一些人 機緣口就拍卡片就認識 就沒有系統的 意修不是很理想的 我大概應該是一年前開始 我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可能金融海嘯之後的生意不太好 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方法去開拓人物 我那時候看了Thomas有一本書 第一本他有講話的問題 但是講得不太具體 但是他不太具體 他應該在那本書提到的一本 有一個日本作者 那本書我今天沒有帶 超強人物術 那本書裡面 又給了一些資訊 但是那本書因為不是香港做的 而且他是太多理論 沒有什麼故事 其實方法偶用 但是不是很具體的 然後Thomas又出了第二本 上流也就是這本 幫他馬上講過 拉闊人物貼身邊 相對具體一點 其實這本書除了給了一個煙石 我說真的可以有系統去認識別人以外 所以我還給了一件事 其實他之前也不知道 一個人 即是夠膽去寫一本書 要教別人開拓人物 如果我利用他幫我開拓人物 在過去的情況下 很有系統去做 我發現結果是超乎我想像的 而我講一講 為什麼會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 好嗎 好啊 話說 一年多前 我看了一本書 作者叫周顯 周顯寫的書 叫做炒股密碼 那一本書 怎樣去掌握我的視頻呢 就是作者介紹 他說 我是一個好食冷飛的懶蟲 由十萬元開始 借阿哥 借阿哥十萬元怎麼做 六個月內炒一千萬 我說 怎麼這麼招職呢 這傢伙說話 我就儘管買一本書去看 一不看尤治 一看 喜歡了這本書 深深愛上用 深深愛上用 甚至喜歡了一個作者 因為大部分財經書 其實悶到抽筋 我覺得是一個 最好安眠藥 沒有副作用 如果睡不到睡覺 那本財經書 但是幾個字 十分不著 周顯寫的書 你千萬不要這樣用 因為你想睡覺 都會笑醒 因為他的例子很抵死 很渡辱 如果用的字 其實很便宜 但他不知為何便宜得 令他有點共鳴 即是便宜得很過癮 便宜得很好玩 之後 長話短說 我真的很想認識這個人 但那時候 完全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我很想認識這個人 我偶爾會在網路上 用Google搜尋 搜尋 搜尋 在一年前 這個人真的搞了一個講座 還有六百八十元 但我想認識他 沒有所謂 便照顧 去到聽完他講 之後 說真的 我真的相信一件事 一件事叫做 見面不如聞味 這個講座是令我大失所望 但我心想 自己來到 這個人真的捨得 說話不行 我更加令我心想認識他 為何 給了六塊水 回水無望 不值 那就去認識他 那時候沒有好用系統 認識他 那時候犯了一個很大錯誤 沒有拿手機 沒有聯絡 但是 因為他本書裡面提過一個 是劏財 有一個叫劏財的人 原來周顯在劏財網 有留言 有個電郵地址 我們用電郵地址發了幾個電郵給他 但是我也有很多辦法 因為我是一個通天經紀 又講一樣又講一句 但都不是很大興趣出來 再進一步溝通 直至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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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通過電郵 已經有通電郵 但我便會發了電郵 我便會發了電郵 我便會發了電郵 但我便會發了電郵 但我便會發了電郵 然後他便會發了電郵 這是我便會發了電郵 因為他有很多經紀 叫做經紀 因為我就想了一條計劃,我用它 我就覺得我用它,它也不會生氣 如果你要生氣,那你還叫拉闊人物資深 那我安慰一下 不可以 不可以的 原來我都還有少少價值,生意價值 我就說,有一個人兄就是這間公司CEO 他都是你的讀者粉絲 他很有興趣通過我約他出來吃頓飯聊天 他會即時回覆我,什麼時候 終於我們那天就去了Ice,好像是The Elements Elements,有一間日本菜 是的 這一招啟發了我,就是繼續重複去用 亦都因爲這個啟發,令我在很短時間裏面 遇過一堆,在社會上也有名氣的人 湯文亮,一個控制200億資產的老闆 寫一個很受歡迎的blog 快要2000萬點擊的blog 他之後會搞一個派對,都會邀請我 是專門寫地產的,湯先生 專門寫地產,每天寫兩篇 很多泳等的,很多粉絲 但可以好像主動約到他 看到這麼多致面,大家成為朋友 我想只有我一個 我也是用了商量的方法 我認識了林奮強,現在入了行會 行政會議成員 還有好幾間上的公司的主席,高層 蘋果是報專欄作家,盧仙雅 盧仙雅,其實他都是上市公司主席 是的,然後很多,有些免得說名 幾個月裏面,網絡這些高層 我用了一個這樣的方法 認識了十幾個 每個人都可以隨時在網絡裏面約出來吃飯 其實這個結果是我認為是相當想不到這麼好的 八卦一下,你第一次和湯文亮吃飯 那次是不是就是我都有在場那次 都是用了你 是嗎?我猜不到我 我對湯先生有少許級 我對周顯有些級 我還明白我 因為我一個打工仔,他是老闆級 是的,都有級 所以我開拓了一個方法 其實阿Thomas幫助很大 亦都因爲這樣,其實今天有機會做這個節目 都因爲Thomas… 那我又講講,好像受宗藥經 我真的不是差 我又講講,我跟Philmy 其實認識了幾年 他也是冬天經紀 以前首題見到Philmy搬過電話 我就覺得,唉,這個經紀又賺過更多 就是這樣 雖然他也不是嚇人爭 不過… 算好的,那些 是,但是打你有沒有白一點 你討厭經紀 就是你覺得,你阿帆還有什麼好處 你也是想銷售東西給我 有時候你心想,唉,你不用銷售了 當然是這樣的 但我告訴你,關係的轉變是怎樣呢 接著差不多一年半之前 有時候他打電話 我又喜歡跟他吃飯,喝茶吃飯,吹嘴 但都是覺得,唉,那我偶爾聊聊 有時候就伸一下,或者說一下自己的事 坦白說他的吸引力都還不是很大 直至三個月前 他幫我安排完,即半年前安排周遜之外 然後他又幫我安排去… 淺水灣的Party你沒有去,那個Party很好玩 你真的錯過了 那個我剛剛回來了 那個是我這麼多聚會 是的,我最開心,最好玩 接著他又幫我見識了湯門梁先生 又帶我去認識了盧斯雅 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 又有理建築的黃先生 也是盧斯雅公司的副主席 又帶了他去林憑強私下的講座 我突然就覺得,哇,Felmy真是很棒 原來我一直說,我一年認識一百個新朋友 我還很享受現在跟讀者、同年青人 或者跟不同的朋友相交,去認識朋友 但是有一個人幫我約了,安排了,問我 你有沒有認識過這麼少的 有啊,他就幫我安排了,加上時間 哇,多棒 以至我現在,我現在就會主動打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他突然間成為了一個非常有吸引 有價值的人 但我反過來問,其實他們都很忙 譬如你認識湯門梁先生 可以有一些魚餌,一吊一吊的人出來見 但譬如說,如果對於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很多 Thomas的讀者都是80後的年輕人 他們有沒有什麼提議可以給他呢 還有,我想問問Thomas 譬如Felmy,她可能認識 就會對他們的生意有幫助 那你又有第二個方法 之前就是一百個,什麼人都會認識 那你覺得他們的認識朋友的方法 和你的認識朋友的方法優勢 或者是有什麼不好的呢 對Vivi先說吧 我講就是,如果對後年輕人 對後年輕人其實是好方法 其實對不同的人 有些人,在一個PEA群裡面 都有一些人是吸引力大一點 譬如,如果你對80後 可能Thomas沒有吸引力 林粉強,so what 都沒有吸引力 但如果對80後 譬如,可能一個80後的 很有名氣的Blogger 就會很有吸引力 那個方法 其實都可以用到 如果假設我是一個 想用我的方法去擴闊網絡 譬如,假設我是80後 我現在將自己倒退 二十幾年,我是80後 我想去認識多些朋友 我不喜歡認識多些問題 我不喜歡認識林粉強 但譬如,我想認識一些有名氣的Blogger 80後的Blogger 譬如,其實我在網絡裡面 兼用性很強 我亦都用這個方法 其實在網絡我都認識了兩個80後 這兩個80後 它有什麼吸引力呢? 它們是 吸引力大到 我介紹一些 在高盛的前高盛高層 出來開一個Hedge Fund 都對我現在這兩個80後 是很有興趣 經常抓住它 找它更多於找我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80後 它是研究財技股 有它的獨立心得 它可以給予一個號碼 這個Hedge Fund的老闆 他找我的號碼 沒有號碼 原來這個世界很現實 有號碼 可以給予一個號碼 贏到錢 很有吸引力 如果一個80後他通過一些方法可以認識到這些厲害的80後 如果讀書的認識到學生會的主席 用學生會的主席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 這個關係如果大家溝通得好 其實是作為一個夥伴的 在我現在的方法裏面 其實Thomas已經變成了夥伴 我能夠帶到價值給他 他也能夠帶到價值給我 所以我會經常抓住他 我如果用他去約人 我不用拿他的許可證 因為如果有一次罩刑說要我許可證 你不想買一個遊戲就找到一個 就是這樣 我又很相信Billy幫我找得出來的人 都是有質素的人 全部都是有質素的 即是他失去那些 那些派對是最好玩的派對 沒有去到 所以只要一個方法就是 你有一兩個派對 如果你自己本身 其實這個方法最好就是 如果你自己很厲害就不用那麼辛苦 即是如果我是Thomas我就不用那麼辛苦 自己人會走過來 即是你會走過來 就是因為這個方法是要你自己本身 未夠吸引力 但通過這樣說 如果你自己做得好的話 遲些你自己會有吸引力 即是你自己做工作上面 不是 早於練習 由你開始要跟一個勁的人 譬如我在這個遊戲的 這個實驗開始 我跟Thomas Thomas是一個敬人 他又寫了一本上流力 我跟他認識了一堆人 當我認識的人夠多 或者甚至認識到我已經 別人認為我證官 即是現在這個階段 我也分享過 已經有人主動找我 請我吃一頓飯 那些人是我不認識的 反過來 之前是我去認識別人 想辦法去認識別人 請我吃一頓很昂貴的飯去吃給我 還說去什麼Risk Carlton 101 我都沒有去過 Thomas先生都沒有請我去那裡吃 不是 你吃飯就不帶我 不是 你明白嗎 所以 你做一件事就是 當你自己未夠吸引力的時候 80後你未認識學生會主持 你有辦法認識一個很漂亮的Langmo 都可能是一個方法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 但我想如果你同一個很漂亮的Langmo 是很友善 大家一起可以搞活動 我想 後面就很多 肯定有很多 很多會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不同年紀 90後都可以 這個方法是不同年紀 都是可以用到的 例如我這樣說 例如我見到Thomas 如果我在街上 我知道他是一個CEO 我不會主動走過去 或者我會心想 他怎樣緩認識我 我怎樣說 你會有一個 怕怕的心態 其實有一個方法 認識作者 我其實都會分享 想認識作者 其實世界上最容易 為什麼 只要你 這個方法就是這樣 第一 你真是欣賞這個作者 你先喜歡他 如果你不喜歡他 根本 就是看到他掉頭走 如果你喜歡作者 你就喜歡他的作品 喜歡他的作品的話 你其實通過他寫的文字 你對這個作者的了解 可能更深 你對一個很熟的朋友的了解 因為一個作者寫一本書 我現在開始想經歷過程 你寫一本書的過程 尤其是兼職作者 不是那麼多東西寫的 其實要講心裡 很多時候 其實可能一些秘密 都不自覺寫在一本書裡面 是被迫的 你不寫 沒有人看 對 你想想 你對這個人 這麼了解 而你有心想認識他 很簡單 如果讓我認識 我假裝不認識Thomas 在我80後 其實那些人 當Thomas分享 我打來不知怎麼約他 很簡單 我看完這本書 給你那本書裡面 有些故事感動 我甚至利用裡面 一兩個方法 我得到一些成功 我想約你出來吃飯 我分享 我怎樣 我怎樣 通過這個 因為你文字的 轉變 令我怎樣改變 我真的很想 分享我這個起源 想約你出來吃飯 你真是太明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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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這麼困難 一個最容易的事 我剛才聽你分享過 你也會去認識不同的 聰明的人 但是 就是一個自信問題 你說你會顯得很有信心 去帶到一些東西給你 這裡我都可以分享 其實自信是一種感覺 是沒有得騙的 如果你的人有自信 你站出來 通過身體語言 各方面顯露出來 有很多方法去練自信 其實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練公共語言 這個每個人都可以學 香港有些叫演講會 因為公共語言 因為公共語言 其實是一種可以說很容易 認識的人不是很容易 或者經歷了 害怕過程的人不是很容易 你站出來講得多 就沒有困難 如果你可以 怎樣說 公共語言的感覺 我自己經歷過 因為其實我很怕公共語言 不讀書你叫我出聲很難 有一點自閉 但通過公共語言之外 真的可以幫助 當然經紀訓練也可以 但不是過有機會做經紀 如果你去主動 公共語言有很多方法 以前我那些痛苦一點 還有貴的方法 像Dell Carnegie 現在真是最好的 香港Toastmaster Meeting 又便宜了一年千多元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如果你夠膽站出來 去講一些 因為公共語言的意思 就是你站出來講一些 你自己有信心 認識很深的東西 而你居然對這麼多人面前 你都神態自虐 可以真的表達到的話 你對一個陌生人 那個自信都會強很多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當然 其實這個都是 認識人要付出的代價 喂 你想認識一些厲害的人 你自己都要有些了才行 嗯 在一個過程裏面 就一直逼自己 真是知識掌握得多些 或者至少有些技巧 懂得 我好些 因為我是一個通天經紀 我懂很多技巧 哄別人開心 不自覺拆別人鞋 是啊 如果你這些事情都做到的話 這樣 就是對人際交往 對你增加的自信都很大幫助 嗯 或者這樣 我們這一節時間 其實就差不多 下一節 Thomas會分享一下 他自己 認識人物 以及一些被發售的意見 然後 Femi又再分享一下 他怎樣自己 迫自己去到現在這個 這麼誇張的 情況 他現在超過的性格 下一節再見 歡迎來到第二節上流歷 上流歷今集說人物 剛才聽了 Femi說他怎樣去認識不同的人 他認識的方法 比較集中 可能認識一些 厲害 或者地位高 或者有些影響力的人 因為Thomas 採取的策略是不同的 他書裡面曾經說過 你永遠不知道他認識哪個人 他跟奧巴馬距離 可能是五個人而已 對於剛才Femi說的策略 你又有甚麼 Thomas 你們怎樣看 我自己就覺得 做人就永遠有不同階段 我自問這方面的功力 就沒有Femi那麼深 所以我其實 我出上流歷一之前 其實我所謂的策略 都是真的 隨便認識亂 我怎樣也有事 那時候 真的因為 我有位80個朋友 強的鼓勵 他覺得我 不是很可以 不是很溝通得到 又不是很懂得和別人相處 或者比較害羞 他就覺得你作為職人 一我就很感謝他 他帶我出去不同的Party BPQ 我試過有一個 有一次去有一個 在海船門的燒烤場 有一個BPQ Party 我去到之後 他帶我去的 我去到之後才知道 原來他只是認識當中其中一個人 那個人他見過一次 不過因為他就很大膽 他就去Party 我又去 那時候我怎樣 我去Party 看到Ringo你 我就覺得 我問你拿完手提 我真的會約你吃飯 又沒有什麼目的 大家通常對方沒有什麼所謂 你又不會害他 又沒有什麼壞處 我就會認識 我會不斷地走 我去酒會 有時去什麼function 我拿完人 其實我又會覺得 我真的會計算 我這個星期認識2個3個 我真的會約他吃飯 去年 即是從頭開始 到我上流力一出版之後 我用作者的身份 在Facebook 自然就容易一些 很多讀者朋友來認識 慢慢增加自己的吸引力 這個是我作為一個讀者 不是作為一個作者的方法 還有現在譬如我很多讀者飯局 也有人發電郵 還有最近我發現 我好像變成職業輔導員 很多讀者找我 我原來就是他覺得 女性也不懂 男女也有 但他大部份都是覺得 自己在職業方面 一個困局 不知怎樣 應該轉工 應該選什麼工 甚至有些父母來找我 問他 他的兒子選哪科 都有 我都是讀者的 這個是因為我一個讀者的身份 已經變成了這個形象 或者我少少在工作上做出來的成績 又倒轉回答你 Ringo 你說 我是這樣的身份 但是你說 80號 他用什麼方法去認識人呢 你不是我其實說到最後 都是你一定要有心 你要用方法 首先你就好像我這樣 隨便認識 你認識 你不知道在哪裏撞到的陌生人 年輕人 其實就很容易 不過我覺得這樣 對你的價值就未必很大 但是 都有一個作用就是 你先撞到自己的膽子 你先懂得拿一個iPhone出來 問人拿電話 先 以前坦白說 我拿電話都不敢 現在我覺得很平常 我拿一個iPhone出來 然後 Wingo 你拿到電話 按著電話 打到你 我就會這樣說 你現在 你有來電影視 你拿了我的電話 其實就是我拿了你的電話 這個看你怎麼說 這個是第一步 但是下一步 你說你想認識一些 有價值一些 或者你覺得有些社會地位 或者你自己希望認識的人 他希望找一些上司公司的老闆 或者是有些名望 其實你不需要用心機 其實都是在乎你的心 他剛才說得很對的 最容易識作者 我告訴你 除了剛才阿菲米說的方法 其實是有一個根源 為什麼最容易 你寫得輸的人 為什麼無緣無故出版書 你貪得意 當然是覺得我有些東西想跟別人說 你當然是覺得我有些東西想跟別人分享 喂 他都說得明白 擺明我都裝門打話 你知我不是想跟你說話 那你來找我其實有多難 其實是用一個欣賞 和大家通過那本書 產生一個改變 受了他的影響 你這個就是主觀 作者欣賞 但是客觀 有些人可能我根本就不喜歡 你怎樣追求他 怎樣用 什麼方法都不行 但是作為一個作者 他寫得出來 我自己私生活都寫了給你 你也可以用98元買一本書 買廣告 你知道我私生活 你說如果你有心來認識我 你用一點給你的心 我怎會不見你 我又講一些活生生例子 我Facebook 和我裏面有Email 其實找我現在很容易 但是我都叫做比較開放一點 有些我盡量都是見帶 有些我真的覺得 直接的講也有幾淡血 我試過有些讀者 他發了Email 他說 什麼時候有空吃過飯 我心想 那你什麼人 我為什麼要跟其他人玩 有些人多寫兩句 就說 我其實沒有目的 我只不過想成為你一年一百個新朋友 當中一個 那你說什麼 你介紹一下自己 你有什麼吸引力 就算我和你聊天 甚至有些讀者 他真的很坦白說 我最近又失業 又被老闆炒鱗魚 覺得很不開心 我真的很迷惘 我想和你拿一些訊息 我都覺得 我也和你聊一頓 那一頓 那也OK 有些 excuse 我也覺得有些價值 如果不是 我亦試過有讀者 發了Email給我 他都不清楚 我剛剛有個break time 我現在就 我拿他的電話 打來問問他 我說是誰 我是陳振康 我是Thomas 你Email給我 有什麼特別的事 你想和我見面 有什麼特別的事 他真的回答我 沒有 想認識朋友 沒有特別的事 我跟他說 其實我時間都很忙 你想清楚先 就收線 其實講來講都是你有沒有心 另外 有哪些呢 我亦都試過 有些講座 派對 認識一些白色的朋友 他用什麼方法呢 他看完那本書之後 他主動幫我 安排一個讀者交流會 他就說 他有些朋友 他先把那本書 推給他的朋友 跟著 就安排十個白色的朋友 安排一個晚宴 參加晚宴的 首要條件 就是要看完我們的書 對 你想想我作為一個作者 有白眼欣賞我的人 我去跟他分享一下 實力 怎麼會不出來呢 怎麼拒絕 對了 固然我一個作者 你說可以這樣 但其實其他人都有不同方法 你要想一下 你用自己有什麼吸引力 有什麼價值給別人 你自己一定要用方法 你一定要令到自己有些質素 你別說是 我個個個個個個 隨時蛋蛋 不過我又覺得 多過癮 我就找你吃一頓飯 那我又講一下 譬如我跟陶傑先生 香港第一台紙 我怎麼跟他認識呢 第一 當然因為我公司生意上有朋友 他剛剛不認識陶傑先生 但你媽媽無層層就這樣找阿童傑出來吃一頓飯 其實都有點怪的 雖然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有什麼設定點或者勾起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出了上流力一 他就說我叫阿童傑出來 他可以幫你宣傳一本書 他又會跟阿童傑說這個上市公司很常出一本書 故然寫文出一本書對阿童傑來說 那些很平常的東西 對阿童傑寫文就有什麼吸引力 但至少我都有一個沙丁傑有一個勾著的地方 例如我出完書之後 我現在局大出版寫 因為我有一些雜誌都有寫專欄 對於我來說 我和你吃飯見面很正常 他都要認識我 也要認識他 這都是因為我多了一個身份 多了一重吸引力 所以說回八十個年輕人 你就先想想你自己有什麼吸引力 你一定要千方百計想你自己吸引力 如果你暫時又說我又不是很聰明 那你又不可以用其他付出 阿Fimi剛才說的 就說我用那些朋友吸引力 我答上答 剛才說的 你就說我找到五個讀者 八個讀者來跟你見面 這個都是你要用心 坦白說不容易 因為你又要香港有多少人看書 要看書要求人出來 講來講去都是你有沒有心 我經常都說 其中一個吸引力是很多年輕人 你想想你只是說你上網 怎樣用WhatsApp 怎樣用WeChat 認識人 怎樣Facebook 怎樣微博 這個其實都有一個吸引力 問題是你肯不肯拿出來用 你有沒有個Blog 有些Blogger 你又說會主要幫我宣傳一下 其實都是可以很多的 Fimi用人 他現在很成功的 用一個人搭人的吸引力 講來講來其實最主要是你有沒有心 心很重要 Fimi現在有時會搞一些活動 給朋友一起去做聯繫 其實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遇到什麼困難 你是遇過這樣 沒什麼困難 其實沒什麼困難 是非常容易 而且每次反應是超乎想像 好 好 其實阿騰阿Pamir說一句 所有這些東西 是個心的 你的心態 是會令到一些事情發生 你想想 你的心態 如果你的心態 就像認識人一樣 你的心態去認識一個人 你不是想著拿那個人的好處 你是送一些東西給你想認識那個人 你是將自己裏面 在人物網絡最正的關係 介紹給你一個陌生的朋友 其實很簡單的 我那次去認識 我講過認識一些勁的人 最重要的是 你要在30秒裡面 要拿到一個勁人的手機 你才有機會跟他聯絡 為什麼 否則 那個勁人不會接電話 你根本打進去 都被封鎖 然後都被輸 你不知什麼 你那個訊息 基本上會掉到垃圾桶 所以一定要拿到一個 30秒 手機號碼 30秒裡面 我現在給他自己的要求 怎樣去拿呢 第一 你那個接觸就很有信心 第二 那個接觸的30秒裡面 可能已經要講完 究竟你問人拿個電話來做什麼 除了心態的藉口很重要 藉口 譬如我介紹一下 認識李根興 李根興也是一個聰明人 今年十大結出青年 又英俊 又年輕 又聰明 那些女生見到 都肯定是 很有吸引力 一個這樣的人 一進去 怎樣吸引他呢 我用的藉口 現在已經很習慣 當然 其實有技巧很簡單 那個人講完討論 他說 真的很棒 李生這個討論 真的很棒 令我學到很多東西 恭維完之後 因為30秒 然後又說 這樣 我有一個很厲害的朋友 上次可能我也是用了陳振康 是 我是一個很厲害的朋友 其實呢 他可能 那次我就說 可能他們有些生意需要 用到你的服務 或者那些什麼 給我一個手機 安排一個聚會 那就拿了一個手機 30秒而已 不用多的 那個Q門就是兩樣東西 埋去信心 先賺別人 所以為什麼公開講座 那個方法已經改善了 一過去 賺了 賺了講話 事實上 那個人如果你覺得 他講到一塌糊塗 你都不想認識他 所以 你認識他 他肯定的講座 講得很成功 馬上去賺 但當然有項目去賺 也可以逼到自己 真的用心聽那個講座 然後第二個步驟就是 我想拿一個聯絡 因為我想 帶一些價值給你 我想 因為你說得這麼棒 我想介紹我在網絡裡面 最厲害的人 跟你認識 一起吃飯碰過麵 Bingo 搞定 湯文亮也是這樣 一賣去 那個湯給幾百元 我想有二百人去聽 二百人就是在問這些傻子問題 賣不賣漏號 我認為真是白癡 我問他一個機智問題之後 湯先生說得真是很有見地 其實未必是一定很有見地 你不要讓他聽到 不是 他寫的東西很有見地 所以我讚他 都說湯先生 你的網絡真的很有料 事實上 我次見他都這樣講 這個也是真是由衷之言 上次的討論 我真的講到實話 不是說得很吸引 但那些網絡真的很有見地 很有吸引 讚完他 接著我也是那個方法 那次我就說 我跟鄧先生很熟 我找一次就找到鄧先生 那次沒有用湯瑪斯 不是每次用他 找一次就找到鄧先生 一起出來 你馬上給我電話 我馬上安排 又BINGO 又不搞見 但我又很耐心 因為現在很多八十人很有性格 剛才你說 可能是一些恭維的說話 他們又會覺得 會不會很假 剛才你說 有些人打來沒有目的 打來是 即是打來是 即是不知道他想做甚麼 對 即是我覺得他只是想解一下 會不會有他吃飯 未必 但我又想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覺得 如果我有目的去找你 你會不會有一個心態 就是你這樣 我不想見你了 即是會不會這樣 其實應該這樣講 其實根本就一定有目的 不過當然 如果你有些目的 如果你想硬 我和你開單 那我當然不想見你 即是當然我都試過 有個Stream Case 我說了不想見他 他自己紗在辦公室 有沒有見他 有沒有見他 不是 帶你打來 沒有 我想給別人吃飯 解一下 你吃飯解一下 會不會去找我 其實都是他的目的 我覺得 目的就不是給他的經濟上 或者是一個很直接的 甚至我講extreme 你就算經濟上 我覺得也不是一定有問題 問題就是你怎麼設定我 很直接講 如果你說想借錢 我當下 其中一個 其實不是的 你告訴我 其實我借你這筆錢 我就很有用途 我一定還得到你 我給你一個高利貸利息 對於我來說 有個有因 這個人 你先設定他 有沒有可能 給我24厘利息 給我30厘利息 都想想是否借過 這也是一個方法 你不是說借錢一定不行 你不是說銷 你說你真的想 叫我銷保險單給我 你想想 你怎樣 令到我覺得那張保險單 我是想幫你買的 其實我覺得有目的 是必然的 亦都不是有問題 但是只不過 你的目的 只是說無無聊 找人解悶 那我為何要出來和你解悶 這真是一個很差的目的 對 兩位我聽說 其實以前都是比較內向 不是很主動 Thomas 由一個責難 變成現在 到處講討論 可以這麼主動去認識別人 這個態度 這個心態出來 先進去 我想我自己就是 我克服這個方法很簡單 都是做一件事 那我 我是 中學 我應該說 我真的 我想到很少人 中學我是 好像一個同學 都 一離開中學 沒有一個中學同學會聯絡 的 反過來 現在幾十年後 非縮之後 如果有些聚會 我會很主動出來 還有很多話 如果想回當時 可能 除了讀障礙症 還有一些註力缺乏症 上課 我不知道為什麼 神友 好像沒有讀過書 上課 聽不到書 這個跟那個社交障 也有關係 但可能資質不太差 考試技巧 一直都讀過書 出來做到事 我一出社會 就知道 如果我不克服這個困難 就是這樣 找不到食物 我死的老婆溫臭 如果認識不到女生 找不到一個 自己喜歡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 一定要克服 克服的方式很簡單 最怕的就是去做一件事 怕見人 就是去做經紀 經紀 你不去見人 不去認識別人 你等黑白就可以了 所有畢業就是做經紀 做了幾年經紀之後 基本上 跟別人溝通的困難 完全沒有 但其實當時也是很差的 因為 銷售人 就變成很硬 銷售 即是用了招呼 沒有什麼技巧 那我再走的路 就是怎樣 一路研究一些 例如銷售心理學好 那些什麼 所有銷售訓 我都會上 NLP High Dynamics 劇變 什麼都會對 就是有一個евой膚 叫做 Personal Development Junkie 動友 凡 所有的Pers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到卡尼奇 好 鬼魯講好 講普通話 Delival好 廣東話 好 我是一個 是 即是 縫有必去 即是神父 有個華人修士學NLP 有個鬼佬叫做Chris Howard 那些NLP訓練在香港很少人上 因為用鬼佬送給他們 全部都是美國風格 酒店的照片 全部都上了 Live Dynamics 這些全部都是在幫自己改變 通過的地方就能夠克服到 所以有公開話 我還有一些 譬如我現在說話 為何會斬眼 又是因為那兩個問題 特別多問題 那叫Toract 控制不了肌肉 被人感到很激烈 這些會影響 公開話也會影響人家 為何會那麼緊張 我不是緊張 為何會緊張 控制不了 我想通過一個方法 所有這些跟人溝通技術 去認識人 有沒有膽 有膽沒有膽 那種感覺 天生是一個障礙 但其實這些 我覺得作為一個個人發展 爭拳 去講 如果你有決心 都能克服到 你天生的障礙越大 如果你越克服到 其實令到你做很多事情 你更加意志越強 如果沒有這些意義 怎會 四十人歲還夠膽 每個月不出糧 沒有糧出 去做生意 很難的 香港人比你做一個小生意 這些都可能因為 一路一路累積那種自信心的領導 根本沒有困難 可以克服很多一些傳統說法 做生意要淺 我做的生意不用淺 做生意要有伙計 我做生意不用伙計 做生意 你沒有名字都做不到 我都沒有名字 我的客人全部都有很有名的 你想給我 上市公司開票 那些客人全部都有很大的名字 你走過這麼快的過程 很多人說話 你根本不需要理 成功很多方法 克服這麼大的困難 都有方法 還沒有什麼困難 克服人 就是做 所以去認識別人 如果現在 在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去思考這些東西 根本這些 一塊錢 你需要一個行動 有一個計劃 有些計劃 和行動 基本上沒有困難 就是做 最主要都是 行動 有方法 還有一路要改善 當這個方法不行 你便 其實整個過程 一直 升級自己 是很重要的 跟我說 那個詞 就不太好聽 其實那些東西 都是一個工具 那些工具 即是拿一把鋸回來 你可以放在這裡 什麼都做不到 你去鋸東西 是鋸到木 所以那些工具 你越多 而你一路不同的方法 去試工具 其實一路是可以令自己 一路上升級 一路克服到很多困難 這一個 做這個實驗 其實就是我自己 一路過去的過程 人生的過程 裡面克服到困難 將這些 一個意志 再加一些方法 去派 那些 便可以做到成績出來 就是這樣 我想時間差不多 不過剛才Fimi說的 其實我想我也是說她 其實我會先進一步 你不要想方法 大家都想找些絕世好竅 一步登天 但其實最重要 就是當你沒有絕世好竅 的時候你就做 如果說人際關係 認識人 你就逼自己認識 街邊撞到一個人 你就隨便問他拿電話 你如果不想的話 你在旁邊的那個人 你從來沒有跟他聊天 他在旁邊的那個人 你就約他 就喝一杯飲料 你說那個人不是很有價值 你不是第一天認識到阿尼嘉誠 你都要有一個Foundation 慢慢訓練 對於我來說 我現在也是 我現在有沒有說 去完毛利頭 明明覺得那個人 完全講話 也不是很有興趣 我都可以約他 坦白說我真的不會約 但我告訴你 我兩年前我真的約的 我就是為了告訴自己 我一個次訓練 我就這樣跟他吹吹水 只要他沒有人就沒有人 不要緊的 我訓練 但到現在我又覺得 過了一個階段 我都不需要這些訓練 我反而Fimi 在這方面更高一級 在我今次的節目完結之前 我想說一下Fimi前排 早兩星期他不斷跟我說 有一句說話 我又想說出來 他說當一個人 如果連認識新朋友的興趣都失去 這個人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價值 他都沒有什麼再向上流的動力 這就是我們的心態 我們今天完結的時候 就但願我們上流力 這次上流攻略的所有觀眾都好 希望你助言起行 努力擴闊你的生活圈子 繼續向上流 多謝大家這次的收看 拜拜